车方人员拉水线灭火 另一边有搜救人员 尝试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 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住宅区 这几天被俄军狂轰滥炸 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6人 这名妇女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活埋 就连在哈尔科夫采访的CNN记者 都全副武装戴上头盔 因为他们三度遭遇火箭炮攻击 二军炮火升级 是因为乌俄两军正在城市附近击战中 二天前 正在这一刻 我们正在这一刻 我们正在这一刻 它明显是因为俄军狂转这地区 我们不确定为什么 他们相信有某种兵的兵器 俄军拿下乌冬卢干斯克后 继续往西北部缓慢推进 就是想要拿下盾内刺客 俄罗斯最新表示 他们在路摧毁西方弹药库 还说有超过300名乌军 在攻击中阵亡 不过乌军也没闲着 俄军掌控的赫尔松 传出连环大爆炸 乌克兰军方说 至少摧毁50辆油罐车 还有200枚的龙卷风火箭炮 他们也喊话希望平民尽快撤离 越乌军就要发动攻势 夺回被俄国占领的南部领土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